大家好,今天我们CHING的幸运草工作室呢 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小手作 这手作呢,因为过年快到了嘛 我们总是要有点应景的东西 那家里过年呢,必备的就是糖果饼干 这些都是逃不掉的 那我们如果纯粹只是买一个糖果盒来放的时候呢 又会有尺寸大小,自己不太喜欢的状况发生 那自己动手做是最完美的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个 这个花朵形的糖果盒 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完全是整个打开的时候是一个圆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片 其实已经缝好的 那个是一个圆形,完全圆形的方式哦 然后呢,透过那个涉和扣的组合啊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花朵形状的糖果盒 那你也可以这样子是正...可以这样子翻 就是一朵花朵,那也可以反过了 也可以外翻 它就可以做成这样子的糖果盒 不同的造型,不同的扣法会有不同的效果 那端看各位所喜欢的方式来进行 它的材料其实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块长方形的布 它的长,它的大概是20公分 它的大小其实最主要不是以布料的大小来看 而是以,我需要一个盘子 那这个盘子呢,就是你整体面积的大小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这边拿回来的布的大小跟它是完全是一样的 它是以我的盘子大小来论断那一块布的大小 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盘子做出来的 我今天需要的是这个盘子 那我所用到的那个布料的大小 也会依这个盘子为主 那表布一块,里布一块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最需要的 针线剪刀 线在这里 针线剪刀 然后呢,线剪 这个是原子笔 我拿来做画线的 到时候可以拿来用 再来就是适合扣的工具 那往后有机会呢 请再拍一段跟适合扣的使用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 那目前这一次呢 是因为会用到 所以排列上来 那制作这个其实没有很难 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 因为过年快到了 总是喜欢自己的东西是与众不同的 很有特色的 那我们现在首先呢 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将布 这是我们的布 正面 这是正面 好,那是我认定它是表布 那这一块是礼布 那我礼布呢 使用的是属于防水布 那各位也可以用普通的棉布 那喜欢立体一点的呢 里面还可以加铺棉 不喜欢立体的呢 可以像青一样 它虽然是软的 可是因为它的承载重的那个效果还不错 所以不加铺棉或者是不烫衬一样可以达到它很美的效果 好,那第一件事情呢 正面布朝下 然后呢,对,盖上了我们的这个 那你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的布材的有点大 没有关系 这不是重点 然后呢,沿着外围 沿着外围 把记号做下来 因为这是我们等一下缝份的位置需要用到的地方 好,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画出了一个圆 很简单是一个圆 那布料的正面跟正面要相对 那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还蛮随性的人 所以呢,我们在制作这个过程中 很重要是 你必须要让它固定 你不可以边缝 然后那个外围边跑 这样缝完你那个其实也是不平整的 大家应该也不太喜欢那个效果 好,那我就帮它做一个 用那个珠针素做一个固定 可以的话呢 我们先沿着外围先剪开 沿着外围 缝份大小 依个人喜好 有人喜欢一公分 有人喜欢一公分 有人喜欢五米里 有人喜欢七米里 这是谁个人的 那一个人喜好来进行缝份的预留 可以先剪 也可以缝完再剪 这个部分没有很特别的去强制 它一定要怎么做 好,那我已经快要剪完一圈了 先剪得有点紧 但是我这样子 我等一下就不用再修边 那如果各位剪得比较宽 你等一下可能还在做一个修边动作 那我会在反口的一个位置呢 预留大一点 预留大有个好处就是当你反口需要用到的时候 它问题会小一点 好,取针线 沿着外围平针缝 那第一针呢 青都很习惯在做一个翻的那个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很重要 它必须要透过那个翻的动作 让你那个多一针反针的效果 那有个好处就是说 等一下你在缝的过程中 你在翻的时候比较不会跑掉了 那个线头不会跑 好,那你看我们要平整的把它缝一圈 那缝一圈要留反口 不留反口的话 你等一下布没有办法翻回正面 好,那我们现在就加紧动作 那曾经有人问我说 针距要缝大 怎么样缝才会漂亮 其实重点是在于针距的平整度 如果你的针距都一样大 即便你缝的是大针 也就是说线距很宽的时候呢 它一样可以达到很美的效果 那针距有长有短有大有小 自然而然你缝出来作品 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所以各位可以针对这个点上 稍微看一下 新的针距大概就是这样子 它其实也没有说一定很大 那因为是随性嘛 所以大家就看着 可以看着它本身就是这样的 针距的缝法 好,那我现在还没缝完一圈 我们就要加油 赶快把它缝下去 缝下去缝完一圈 各位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整体的效果 好,我在加油中 那缝了针距依照个人喜欢 那有的像清这种缝法 应该有些人都是缝一针 带一针,缝一针,带一针 那我因为很习惯用针了 所以我就会很大量的一次 就跑很多针 大家可以看到我一次都跑很多针 你看我现在一次跑这么多针 但是我一样一次带,一次带一样的效果 好,那你会觉得万一打结怎么办 把它结拉开,它就好了 它其实并不是真的打结 它只是在线,我们在处理的时候线没有理顺 所以它就会KK的感觉 好,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清现在就是在把那个线结的部分稍微拉开 我已经快到,我已经缝一半了啦 快到开头了 那你看会皱褶的时候 记得把它调整平衡回来 那等一下完整了以后会比较漂亮 不要皱褶,皱褶的话 它确实就是会比较不好看 那如果你线有像清这样子 长短不一的时候 建议间中赶快先戴一下 不要等到事后再来拉它 因为真的打结的时候 你有可能要剪线从头再来 那种感觉不太舒服 因为缝纫的人最讨厌就是打结 好,那你看我现在已经戴到一定的程度了 有人在帮我计算说要花多少时间可以完成它吗 其实大概影片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完成了 那如果你有裁缝车,使用裁缝车更快 因为你只要车缝内一圈外一圈两条车缝线 你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了 所以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清只是针对这个缝纫的技巧跟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你有裁缝车 你想使用裁缝车是欢迎你使用的 不一定你要像清这样子 就要慢慢的用真缝 因为戴裁缝车 镜头要移来移去 大家看了头很晕 那清也会很忙 所以我就决定使用手缝的方式 那也为了让大家能够真正了解 其实缝一个小作品并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 所以即便你是手缝 不要给自己有借口 说我缝不完,做不了 所以就不想去动手做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缝到 缝多少尾端了 开头在这里 清已经缝到这里了 那我把它戴完就已经完成这个第一圈的缝纫 那裁缝车当然啊 这个可能就是三分钟就搞定了第一圈 准备第二圈了 所以大家就不要给自己有借口 说你做不完这个东西 因为它真的很简单 你看我现在已经翻到这个位置了 好,那你看我剩下这一点点 好,反口不要太大 反口太大 如果你是有铺面的反口大一点 那我的反口在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反口 开头在这里 那反口在这里 好,那我们完成的时候呢 我是建议说 这边再回一针 这边回一针 对,回一针你等一下再翻的时候呢 比较不会跑针 你针线一跑的话 整体就变形了 好,那我把针都取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缝完一圈 好,那我现在就从反口这个地方呢 将布翻过来 反口很简单啊 它就是这样子 纯粹这样子的把它翻过来而已 那我故意不剪线 因为我等一下还要继续做后续的动作 所以我就故意不剪线 那大家可以把它调整起 翻过来之后把那个圆调出来 那个圆调不调得出来很重要 因为我们等一下再正面还要再压一圈 因为压出来的那个效果会比较漂亮 那整体呢 立体感也会够 所以那个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那个圆形其实是出来了 很完美的一个圆形出来了 对,反口在这里 那我可以藉由这条针线呢 把它收尾收掉 那因为我要压缝 所以各位就会很明白的看到 轻有一个小动作 这也是偷懒的办法 我把这个弧度线条调好 这个调好很重要 因为调好的话 你那个圆才会漂亮 如果你没有调好那个圆就是有一个角角 看起来就好像蛮诡异的 好,你看我把圆调好了 调好之后呢 我就开始哦 我要用平针的缝 平针缝一圈 这一圈呢 是指压缝 那在压缝过程中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青豆会很特别的把那个线与线之间 那个线条调出来 有看到吗 我会把它调出来 你看 我会把那个挤出来 让这个是平整的 这个地方越平整呢 等一下你出来的时候 那个立体感还有平整度都会够 你看我边缝边调 就会有那个效果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很简单的平整的压缝一圈 这一圈有人问我说压不压有没有差 压不压有差 因为你如果整个你想想看 你的那个碑圆啊 如果碑圆这样胖胖的 虽然看起来很好看 可是它有可能会因为你的处理 没有处理好的时候 它会有造成一点小偏差 那效果会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就这样压缝一圈 压缝一圈没有很难 就是这样 好 你看我会打结 打结就把它拉起 那如果它动了后面的线的时候 就把它平整一下 顺一下就好 来这样子把它缝一圈 缝到底你就完成了这个主体的缝纫 那再来才是有就是要用四合扣了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缝合法 针大小针 大家因为我跟 急着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大小针的部分 其实如果你凭乘自己手缝的话 是可以调整针距的 针距越平整 缝出来的效果越棒 这是不灭的道理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缝 那你缝完一圈的时候 那个作品就跟这个一样 好 我现在是带完一圈的 那带完一圈之后呢 再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钉四合扣了 那你要钉四合扣的时候 我现在这次是因为我纯粹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的制作法 所以四合扣部分 我就边做边带过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是四合扣所需要用到的锥子 我都用它来戳动 比较方便 那这大家都知道 这是四合扣的工具 再来呢 因为我搭配了 搭配了这一个布料 我选择了绿色 绿色在这里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那第一件事情呢 因为我想把这个绿色的 这个主布 这个表布的颜色跟图案 放在内面 所以我在戳动的时候 打动的时候 那个扣子必须要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 我现在这种做法 我打出来的洞 那个打动很好 很好辨认 就是这样 这边是一公分 这一段是一公分 那这一段呢 从这里到这里 也是一公分的这个位置 好 搓一个洞 搓一个洞 OK 我搓进去了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搓进去了 好 那这个洞搓进去之后呢 我需要扣子 扣子如果是这样子 你扣出来的那个 这个图案就会在里面 那我们的这种扣子 它有分公扣跟母扣 这个是母扣 放上去 好 用压合的方式 好 压合 再来换另外一边 一样哦 但是记得这个一定要一公一母 你不可以两个公的或两个母的 到时候真的是不能使用 很明显可以看到 一公一母 一公一母 对不对 好 一样是压着 压着之后呢 真的很建议你扣一下 因为你扣起来的问题就小了 扣起来就知道 对 是公母了 合了对不对 合了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呢 顺延过来这一边 它一样是一公分的位置 一样是一公分的位置 搓进去 好 一样是一公一母 一样是进去一公一母 这种做法呢 你就可以比较不会跑掉 然后建议你是一套一套的完成它 不要全部公的打完 再全部打母的 那后面问题会很大 请这个没有打好 OK 再重来 但是你不是每次像我这么幸运 所以真的是放下去 要压的时候是真的要压顺一点 好 然后这个地方一公一母 OK 好 OK 好 你看我这边也是完成一边了 对不对 好 我这边也完成了 那再来就是这边 那这边的时候呢 我建议 建议 这样子把它扣起来 它是可以扣起来的 好 那你这个地方呢 换这里 有没有 扣起来的位置 那这里一样是一公分的位置 搓动 然后一样打钉 打四盒扣 一样一公一母 一样压 再来一个 好 一样一公一母 好 完成 那还有一边对不对 好 如果我们每个都完成的时候啊 就会像这样子 那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得到 它平时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子收纳 它可以当桌垫 比如说你有那个隔热 你可以把它当隔热垫使用 你这样子直接放桌子上 可是可以当隔热垫使用 那如果没有当隔热垫的时候 你要想当像我像这样子当做一个那个 放零食小零嘴的小布盒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扣子就直接这样扣起来 边边直接扣 直接扣起来 就这样扣起来 好 你看哦 如果我钉的这样子 这是一个方形的小布盒 对不对 方形的 很明白就是一个方形小布盒 背面是长这样子 方形小布盒 那我如果把它翻过来呢 就变成是一个花朵小布盒 那有人觉得说 我桌子上用方形感觉上比较大气 那有人喜欢方形 这点上我觉得倒没有很重要 只是看个人喜欢 因为有时候你那个小零嘴 如果很可爱的时候 你用这种小花形的 是不是看起来就特别可爱 那有的人就觉得我方形好看啊 这是谁人家的 不是很重要 说一定要什么形状 那表布里布呢 也端看个人 像我这个地方啊 就很特别有去设计了一个 它是正面反面都是同样的布花色 所以它就没有正面反面的问题 所以它达到的效果 也就是很正常的 就是一个小布盒 那不同的布花色会有不同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是今天完成的作品 在这里 好 今天完成的就是小布盒 然后它的制作方式没有很难 只是需要大家去动手 那指形应该就不用问我了 你们家有什么盘子 就拿什么盘子出来用吧 我觉得那不是很重要 这小布盒你看正面反面 那它的正面可以这么放 可以是一朵花朵也可以反过来变成是一个方形盒 那我就觉得啊 如果单纯把这个种子啊 晒干的种子放在里面 它可以直接当作是一个方箱盒来使用 感觉上也蛮大方的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此结束哦 那希望各位呢 能够手作愉快哦 拜拜 拜拜 拜拜